佛经 真的 不能一天不听 不能一天不学 三天不听佛经 就回转了 就退步了 毛病息息全出来了 一切静缘里面 养成如如不动 不是容易死去 要老实 要听话 要正干 天天干 一时一刻都不放松 都不间断 三二五年 你在境界里可以做得了主 就是六根对六层境界 齐心动念 当然有 可以做到什么 不分别 不知诸 不知诸 情境性现象 不分别 平等性现象 你得三昧了 得三昧的人 就是此地讲的 智慧现象 泄脱现象 泄脱是自在 发生现象 发生生 你肯定 你承认 整个宇宙 跟我是一体 我拥有 有 什么生活 整个宇宙生活 而不认为 这身体生活 整个宇宙生活 万丝万物生活 一毛一尘生活 蚊虫蚂蚁也生活 山河大地也生活 这什么 这叫发生 以法为神 这叫发生 发生是平等 发生是共同的 舍佛三世福 共同一发生 发生共同的了 佛的智慧 佛的德能 佛的向好 佛的神通 统统平等 全都得到了 所以这个六根 对这个六天境界 你看 不情不厚 这底下讲 不情不厚 一心不在情 祝法不在厚 同时 心的念头 在变 外面的祝法 跟着变 那个心要不变 心不变是真心 外面祝法也不变 不变的 就是舍佛图 舍佛图 人无量寿 相貌 永远不改变 他定了 他不变了 舍佛界的人不行 舍佛界的人呢 他是 自信 跟阿赖 跟阿赖 搅合在一起 所以 他是 心 舍 舍在变 把一真法界 变成舍法界 变成六道 变成三土 都在这边 所以 用真心的 就不变 用旺心的 就变 我们愿意用真心 还是愿意用旺心 真正用真心 年岁再大 看起来像年轻人一样 为什么呢 他没有老的念头 生劳病死 他们有这个念头 人之所以受 生劳病死苦 他有这个念头 这些 是佛图 根本叫野 修佛学什么 就学这个东西 对自己 有大利益了 你真学到了 事出世间 一切法 你都通达 你都能解决 求神 问卦 那些 未必能解决 为什么呢 神 是六道众生 神仙是六道众生 不是佛了 他们又离开 六道轮回 他的智慧 比我们高一点 如果我们 学了佛了 懂得放下了 我们自信的智慧 露出来 比他高 他不能脱离六道轮回 我们有办法 第六天王 站不住 我们由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 由护法龙天保护 所以 学佛 同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有具足强烈的自信心 才能够入力